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喝可乐又害怕摄取太多糖分 容易发胖的人不用担心 趁着国家喝可乐日 这天搭配上自己喜欢的美食 例如披萨和炸鸡 跟亲朋好友一起尽情的享受吧 根据统计可乐在全球超过200个国家 都有贩售 平均每秒就超过1万人正在喝可乐 不仅如此 世界上每天都会消耗掉19一瓶可乐 非常惊人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可乐肝发明的时候 其实是治疗头痛的绿色药水 后来为了美观 美国药剂师John Pemberton 在1886年改良调制 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咖啡色气泡饮料 根据可口可乐官方说明 品尝可乐最完美的温度 是华氏34到38度 也就是摄氏3度 悠悠小主播Sman的洛杉矶报道 在1986年改良调制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